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德桑蒂斯退选 川普与海力单挑 加州多地传出洪水警告 加州倒刷救济金团火若网 各位观众玩 欢迎收看1月22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宇兴兰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昨天宣布退出共和党总统大选 现在战况也正式变成了一对一的局面 川普和尼基海力将于明天 在新罕布什尔州正面对抗 但在德桑蒂斯宣布支持川普之后 两人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距离新罕布什尔州的投票只剩下了最后一天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正式进入两个人角逐的阶段 尼基海力现在成了最后一个挑战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共和党人 罗恩·德桑蒂斯在周日宣布正式停止参选 弗洛里达州州长的落选令人震惊 他在竞选初期既有资金又有势头 但现在他转而不由余力地支持川普 有了这些新的支持 川普也感谢了这位他在过去几个月内多次抨击的州长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之路上 川普的目标就是给前联合国大使致命一击 同时海里也加倍攻击了川普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 川普和海里今晚都将在花岗沿州再次为选票而战 不过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率仅为39% 而川普的支持率则为50% 德桑蒂斯退选之后 优势再次转向了川普 最后究竟花落谁家 胜负就将在明晚揭晓 随着又一场冬季风暴在全国肆虐 给数百万民众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西海岸大雨倾盆 加州多个地区发出洪水警告 而从德州到五大湖接近7000万人遭遇严寒 已经造成了13个州的80多人死亡 本月迄今未止 接连不断的冬季风暴 已经造成了13个州的80多人死亡 恶劣的环境让灾民被压在树下 被困在龙卷风中或卷入雪地车祸中 对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志工安德烈木雷来说 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朋友 从德州北部到五大湖区 近7000万人在今天收到了冬季警报 七项官员和一些地方交通部门 敦促人们开车时 小心谨慎或干脆待在家中 在印第安那州的密西根市 代夫维斯特福说 在过去的三天里 他一直在马不停蹄地 为居民和企业扫雪 而在西海岸和东南部 本周约有3700万人受到山洪爆发 和过量降雨的威胁 未来五天的总降雨量 可能达到五到六寸 局部地区降雨量会更大 经过一整夜的大雨后 今天早上 北加州部分地区出现道路洪水 撞车事故和交通延误 80号洲际公路和50号公路一度关闭 高海拔地区甚至会出现 大量积雪的可能 今天是罗素韦德案的51周年 最高法院在当时做出的决定 至今都对美国社会和政坛 产生巨大的影响 拜登总统今天也借此机会 表明自己支持堕胎权的立场 以及确保女性能够在紧急情况下 及时获得医疗护理的权利 罗素韦德案至今已经过去了51年 然而一年半前 最高法院做出推翻此案的决定 这让国会乃至于整个美国社会 都围绕着堕胎权的问题 吵得不可开交 拜登也将该问题的矛头 直指共和党 拜登则再次强调 罗素韦德案遭到推翻之后 可能会让妇女的健康 和生命安全面临风险 拜登总统同时呼吁 每个人都应该发出 他们自己的声音 总统也在最后表示 他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 以确保妇女能够在紧急情况下 获得应该的护理 随着大选的来临 两党也势必会围绕着堕胎权的问题 产生更大的矛盾和波澜 近期加州呈现一个 由组织犯罪集团落网 总计数十人被捕 当局称该团货 以领取公共救济金的人为目标 进行诈骗活动 仅仅在去年一年 就有上亿的救济金遭到盗用 地方检察官也呼吁周章纽森 能为此类卡片 做出更完善的保护工作 说到用卡支付 有很多选择 比如清点 刷卡或插入 但重点是保护措施 但当涉及到 加州的政府援助计划时 人们选择支付的方法就少了 因为他只能接受刷卡 呈现地方检察官 托德斯皮策 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逮捕48人 他们被指控 在全线范围内 对那些领取救济金的人 和他们用来养家糊口的援助卡片 进行盗刷等操作 石匹策说 被捕的48人 与罗马尼亚的组织犯罪有关 这是一些被没收的证据图 491张克隆的公共救济卡 上面有价值近50万美元的潜在赃款 他说盗贼们还用加州救济金 购买婴儿配方奶粉 在墨西哥转售 光是2023年 全加州就有1.08亿的补助金 因诈欺而流失 他希望电子银行卡 能像大多数信用卡一样 加入保护性微型晶片 被盗用的福利 不仅会影响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还会影响我们所有人 因为纳税人的钱 就这样落入了不法之徒的口袋 专家建议 如果您在使用密码购买或取钱时 一定要用手把密码遮起来 以防周围有摄影机倒射 如果在商店里刷卡 发现刷卡器很奔重或松动 请不要使用它 因为上面可能就有倒刷装置 以哈沾火或引发又一场中东战争 消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根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 以色列的飞弹昨天袭击了叙利亚的一栋建筑 造成至少5人死亡 美军也在周末再次打击了胡塞武装的另一个军事目标 人们现在越发担心中东地区的战火 是否会在未来迅速扩大 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一栋建筑物 遭到飞弹袭击之后 人们对于以哈战争升级的担忧与日俱增 据伊斯兰革命卫队称 四名伊朗军事顾问和叙利亚部队成员在这场攻击中丧身 以色列国防军拒绝就此时发表评论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就是他们发动的袭击 同样在周六 美军也在野门南部打击并摧毁了胡塞武装的反舰飞弹 军方官员称 该飞弹已经威胁到了亚丁湾的商船和美国海军的军舰 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重申了他的立场 也就是对哈马斯战争之后 以色列必须保留对于加萨的安全控制权 内塔尼亚胡在上周四与拜登总统通电话时 似乎拒绝了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想法 这加剧了华盛顿与耶路撒冷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样在周六 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了火箭袭击 美军也有人员受伤 只是没有公布受伤的人数和伤势情况 随后由伊朗支持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 强调这场袭击就是他们所为 该组织表示其致力于抵抗美国在该地区的占领行动 并称此举是对他们所称的犹太复国主义 和以色列军队屠杀加萨人民的回应 这种种的迹象都让外界担心 以哈的战火是否会引发又一场的中东战争 而现在看来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印度总理莫迪22日到印度教圣城阿约提亚 出席剧争议的罗摩神庙神像的开光仪式 有数以万计的印度教信徒出席 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员到场维持秩序 莫迪在仪式上说神殿的开放 预示着印度新时代的到来 罗摩神殿的开幕仪式在当天早上七点举行 参加神殿开幕仪式的宾客 乘坐约80架包机降落在阿约提亚的新国际机场 约有8000人受邀出席仪式 其中包括许多知名政界、运动界人士和宝莱坞明星 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罗摩神殿的落成典礼 并为新造的罗摩神像揭幕 莫迪在仪式上说 神殿的开放预示着印度新时代的到来 罗摩神殿耗资约1.81亿美元 这次开幕式对印度和印度人民党来说意义重大 他标志着在莫迪政府领导下 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但穆斯林担心为新一波宗教冲突买下了隐忧 神殿的原址是矗立了数百年的八部清真寺 但1992年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拆毁 引发印度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宗教骚乱 导致200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 2019年印度最高法院就阿约提亚市的遗址争端做出裁决 允许印度教徒在该地建造罗摩神殿 而指定另一块地让穆斯林建造清真寺 有反对人士批评 莫迪领导的执政人民党利用这场宗教活动 煽动信众热情 争取赢得4至5月举行的全国大选 莫迪早前表示 建立罗摩神殿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和解 这座人在建设中的神殿将在仪式结束后向公众开放 据当局估计 每天将有约10万名信众参拜 德国连日爆发示威 周末就有140万人上街 反对极右派另类选择党草拟的驱逐外来移民法案 近日媒体披露另类选择党和新纳税等极端组织密会 计划大规模驱逐移民 包括已经有德国公民的滋客者 据报道 德国在周末期间有超过140万人响应号召 在超过100座的城市上示威 举行示威活动的城市包括首都柏林 慕尼黑和科隆以及另类选择党位于东部的传统票仓 莱比锡和德类斯顿等城市 非政府组织康帕克特和周五为未来议战发表声明说 估计有超过140万人走上街头 认为是向另类选择党和友情行为发出明确信号 多个城市的游行人数超出预期 其中慕尼黑由于示威人数太多 主办单位基于安全理由取消原先规划的游行 要求群众解散 干事警方指约有10万人参加示威 比原先登记的人数多了三倍 主办单位则宣布有20万人参加 根据柏林布兰登报广播公司引述警方公布的数字 柏林当网约有10万人聚集在市中心抗议 德国一个调查媒体早前报道 德国另类选择党已经在与极端主义分子的会议中 就驱逐移民和没有被同化的公民仪式进行讨论 此事经过披露后 引发一波反对此一右翼政党的动员 参与相关讨论的包括奥地利认同运动领导人塞尔纳 此一右翼极端意识形态认同大取代阴谋论 宣称有一个由非白人取代土生土长欧洲人的阴谋存在着 另类选择党就否认这项反移民计划是党的政策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去年年底洛杉矶的一家零售店遭到数十名歹徒的抢劫 店家损失超过十万美元 今天店员们花费了大把的力气进行重新装修 尽管店面已经几乎复原 但店主表示对于分店地址的选择会谨选考虑 画面中这辆被盗灰色汽车的司机在倒车时不止一次 而是两次撞向了Hyper Kingdom的店面 然后一群人就穿着连帽衫戴着口罩 冲进了这家位于贝尔弗洛斯的服装和运动协装卖店 他们把商店洗劫一空 围着停在销售区中间的汽车跑来跑去 真的可以撑得上是所过之处鸡犬不留 几分钟之后他们怀里抱着满满的袋子满意的离开 并把他们的车留在了身后 DJ是该店的店主 他说他们还在评估损失 但相信小偷至少偷走了价值10万美元的商品 这家店是他从小的梦想 但没想到只开了7个月就遭此大难 而且DJ表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他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来提高安全级别 他还额外增添了一堵木板墙 作为额外的保护屏障 但即使是这样 也不足以阻止小偷对他的生意下手 DJ和他的店员花了一天的时间 来整理破碎的地板和散落的玻璃碎片 他原本打算开设第二家分店的计划 也只能暂时搁置 他说尽管遇到了挫折 但是他的使命没有改变 洛杉矶警署已经将此案 交由零售盗窃专案组来负责 该小组成立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治理如今猖獗的零元购问题 美国50岁以下成年人患癌病例数 正在呈现上升趋势 根据国家癌症协会最近的一份报告 癌症患者正从老年人转移到中年人 因此无论年龄大小 早期发现至关重要 因此不少医生都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以帮助患者快速准确地诊断癌症 说到癌症检测 病理学家通常会在显微镜下查看切片 来确定患者的情况 俄亥俄州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的 阿尼尔帕尔·瓦尼博士 他们正在测试涉及人工智能的新技术 使用演算法来检测和分级癌症 帕瓦尼说 可以对演算法进行训练 以检测特定类型的疾病 如社护腺癌或乳腺癌 不仅能发现癌症 还能确定切片检查中存在多少癌症 并有可能提供有助于疾病后续的诊疗 医生说这项新技术将继续在 俄亥俄州进行临床试验 可能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在那里 全面推行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关注1月22号星期一 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主要指数周一高开 其中标普白指数触及记录的新高 主要驱动力是受到市场对美国经济成长的弹性 以及企业财报稳健的提振 同时投资人也聚焦今年有关降息的任何线索 来到尾盘 三大股指保持小幅上扬 道指和标普白指数创下盘中的历史高位 连续了上周的涨势 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38点 收报38001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9点 收报15360点 标普白指数则是上涨了10点 收报4850点 经济数据方面的消息 美国12月的领先指标略有下降 继续显示出美国经济的潜在疲软 尽管总体上有所下降 但是在10项指标中 有6项在12月对领先指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制造业的疲软状况 高利率环境和消费者信心低迷 抵消了这些改善 随着月度下降幅度的减小 领先指标6个月和12个月的增长率 已经转为上升 但是仍然为负值 继续预示着未来经济衰退的风险 总体来说 预计2024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GDP 将转为负增长 但是会在年底开始恢复 各股方面的消息 Google和亚马逊最近的裁员 预示着大型科技公司 目前优先投资AI事项 今年的裁员恐将持续 根据追踪网站Layoff的数据 总体来说 科技公司1月总共解雇了 7500多名员工 最鲜明的例子是Alphabet 这家公司上周宣布 计划投资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并在各个部门裁员约1000多名员工 从而定下了基调 亚马逊也遵循类似的轨迹 在串流媒体和工作室业务中 解雇了数百名员工 尽管与去年的大规模裁员相比 预计裁员规模较小 但是随着经济更加稳定 科技支出增加 科技业仍将继续面对转型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 2023年 科技业裁员16万8千多人 成为各行业裁员人数最多的行业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建议 使用波音737-900飞机的航空公司检查飞机舱门 确保舱门的门塞都固定好 本月初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客机的舱门在飞行途中脱落 FAA随后下令该机型停飞接受安全检查 全球多家监管机构和航空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波音737-900飞机并不属于较新款的MAX机种 但是使用的是相同的舱门设计 FAA警告说 一些航空公司在对737-900飞机进行额外检查时 发现与螺栓相关的问题 因此建议航空公司尽快执行维修程序 根据波音的数据 波音迄今向全球的航空公司交付了505架737-900客机 采用此型号飞机的航空公司 主要包括联合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 达美航空三家公司都表示 已经开始检查这些客机 在今天收盘时 波音的股价下跌了0.05% 收报每股214.9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璐 以上就是今天 1月22号的华尔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